实在是又气又难过 辛苦拍摄出来的照片 竟然一声不响的被基隆市府斗用 上个月17号 谢国良才和议长议员开行出席 新与航空任养的公车亭启用 谢国良还在脸书上 积极修正机 但和副市长邱佩玲的脸书用到的照片 都是陈启辉拍摄的作品 更离谱的是 连市府当天提供给媒体使用的照片 也都是他拍的 很高兴的拖在基隆人日常上面 让大家来了解 可是怎么样都没有想到会被市政府 还有市长 还有市长脸书 然后还有副市长脸书 还有他们市政府公布的一些 给媒体的资料 全部照用我的照片 一定要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想要用这些照片 应该要争得著作权人的一个同意 可是却没有这么做 那我们觉得市政府犯这样子 低级的错误 是非常不可原谅的 市议员郑文婷陪着陈启辉 开记者会 市府新闻科科长也赶到现场 鞠躬道歉求原谅 当调书物用 未来会更注意 只是盘点谢国良 双人来政策争议不断 网友盘点花费预算 补助电动机车 四年27.5亿元 人工草皮1450万元 还有一年1200万 请艺人安心亚当城市代言人 加起来花超过31亿元 我们会认为会省掉蛮多的 因为这很多比预算都是几千万 甚至是上亿在旁的 那投票的100块 其实相比之下 真的非常的微不知道 霸梁团体痛批谢国良 强调就算罢免投票付出 两三千万的代价 相周之下也只是替基隆止损而已 明镜新闻陈从瀚 基隆报道 COP19来势凶凶 明镜新闻为你提供 最正确的防疫资讯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四选五十 四选二十 加入明镜新闻台